去修复 你也去往生 你对于极乐世界 对于阿弥陀佛 没有相当的认知 总是有困难 怎么样认识他呢 释迦牟尼佛慈悲 祖师大的慈悲 都在这部无量寿经里头 介绍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真把他念懂了 把他念通了 怎么样念才能念懂 齐苏云居士 给大家做了个好模样 顺年就念这一部剧 他的念法的 他是听光的 一个光碟一个小时 一天听一片 这一片听十遍 每一天听今天十遍 十遍其实就一个小时 十个小时就听一片 这是 一门神父啊 常识寻修啊 这一部今天听完了 从头再听 十年不间断 这就叫十遍 我们常常想 普通的人 不是善根 很深厚 普通人 能真正这样做法 应该 三年四年 就得三位了 三位就得定了 换一句话说 你那个烦恼 妄想吸气 能辅助了 三四年就能辅助了 再有两三年 就开智慧了 开智慧 自己就通了 通了怎么样 通了还是守规矩 我要念满神灵 这叫老实啊 这叫真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真有把握了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一点障碍都有 这个世间众生需要 他来帮帮忙 他多住几年也不赖事 没事 给我们做了好保养 我们应当这样的学习 自己的问题解决了 也真正能帮助别人 化解灾难了 感谢观看